駕駛直直往前開 但右側車道一輛黑色賓士車 突然靠過來並排 駕駛降下車窗 亮出疑似棍棒的東西 看起來就像是在嗆殺 還坐視攻擊 駕駛下的邊開車邊報警 後座女乘客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儘管已經加速 想要甩開對方 但賓士車好幾度靠近B車 明明沒發生行車糾紛 從頭到尾也沒變換車道 總共也想不透為何會被盯上 只能保持鎮定好前開 駕駛場面發生在13號清晨5點多 台北市市民大爆上 駕駛當天載著朋友 往永吉路匣道上高架橋 往新莊方向開 經過建國南路匣道時 這輛黑色轎車突然跟上來逼車 一路追了6公里 似乎是看見駕駛打電話報警 才放棄追逐 警方以車追人 車主說當天是兒子開的車 18歲業姓兒子公稱 看見對方閃燈 認為在挑釁 才會和朋友亮出球棒示威 被依恐嚇罪送辦 警方提醒遇到類似狀況 駕駛要先保持冷靜 在安全的前提下 減速拉開車距 並且記下車號向警方檢舉 B車行為最高可以開罰2萬4 只是最近頻傳行車糾紛 釀成傷害案 駕駛就怕自己也成了主角 嚇出一身冷汗 TVBS訓練林米國瑜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